最棒的是它是全台灣唯一的東西向的橫管公路 因為中和南韓都斷的 只剩下北橫 所以你要了解台灣東西 你一定要來桃園 而且它有一條非常棒的支線 叫做羅馬公路 什麼叫羅馬公路 一定不知道 所以你對桃園不了解 你當然覺得它不是很有趣的 我覺得桃園要找到自己的定位 它一定要讓大家感覺到桃園 它自己的特色在哪裡 不能複製別人 那我覺得桃園年輕 多元 有傳統科技 也有高科技 所以我覺得桃園應該變成年輕人 最棒的實驗基地 最棒的創業基地 它太強調短線 太強調大量複製 太強調行銷 所以你會發現都不能夠持久 我覺得它應該要深耕桃園 找出桃園自己的方向 不是只會吃出撒錢而已 923 沃草桃園立委給問嗎 我等你來問 對 923 對 9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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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